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说起牛,大家一定不会陌生 对于健身的人来说,牛肉是极好的补充蛋白的肉类 肉质这么好,一定和它日常的劳作,密不可分 人类缘故以来就用牛当作自己劳作时的得力助手 它们忠实善良,简直是耕地的小食者 而这个在非洲南部热带草原上出现的牛更为神圣 那就是瓦图西长脚牛,又称桑格牛 这种牛的特长那就是脚特长 牛脚顶端距离地面可达2.4米 牛脚也是它们保护自己防御敌人的武器 这对大脚还可以帮助它们在高温的环境下保持凉爽的体温 瓦图西长脚牛的全身都是宝 医疗上,牛尿可以杀菌,用来治病 生活上,牛尿还可以当作染发剂 因为牛尿液中的胺会使头发变黄 爱美的女孩子就可以拥有一头黄头发了 而且牛粪具有防晒和驱虫的效果 在非洲那样暴晒的环境下 人们经常在身上涂抹牛粪 也会为了保护牛眼睛,给牛涂抹牛粪呢 不知道它们会不会嫌弃自己呢 连这个牛的本身也是一个宝呢 2011年,东非宣布独立 但是由于这里的经济极为落后 所以南苏丹这个国家很不发达 这样,瓦图西牛就代表着货币 一头健康的牛能卖到3500元左右呢 结婚的时候这种牛当作聘礼 那牌面可真是太大了 所以就有人会趁机偷牛 村民们为了保护这样珍贵的财产不受侵犯 便召集了人日夜轮番守在牛群身边 想必拥有这种牛的人 就相当于中国以前的大地主了吧 对于这样神圣的牛,你们怎么看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先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